最近小编沉迷于韩国漫画的漩涡里,不得不说近期翻拍电视剧电影的选角上,怎么可以选到这么相似的人呢? 像是《与神同行》,最终审判里的马东石,或是我的爱帝,是江南美人中的车银游,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漫画和原型的外形差别吧。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成造神》,马东石知名电影《与神同行》,最终审判,拜托别说你没看,剧中守护许春三家的《成造神》,漫画中为人老是沉稳又温暖,当今千军老人一家卫生剂所破时,便现身帮助老人,甚至对抗阴差其违法强差。 最终在斗争中受伤消失,演员由马东石饰演,壮硕的身材,加上留着胡子的形象,简直跟马东石的外形一模一样。 小编看到漫画的时候还心想,根本是招着马东石句话的吧,我的爱帝是江南美人脸蛋天台都庆幸,车银游近期热播中的我的爱帝是江南美人,也是韩国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原版漫画中的男主角都庆幸由车银游饰演。 小编刚开始看漫画时还不觉得有哪里像后来渐渐的觉得美与之间的魅力度简直一模一样啊,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车银游比漫画的男主角还帅,不过电视剧也有趣。 而特别在第十二集中,安排车银游惹跟漫画人物一样的灰发造型更加提高还原度了,虽然马上就弄回黑发,金秘书为何那样金微笑? 朴米宁前阵子人气超高的韩剧,金秘书为何那样也是漫画改编,不但剧情好看,画风甚至超级漂亮? 对比朴米宁和漫画金微笑的模样,是不是很像呢? 看脸时代完美男主角普玄说,是作者亲弟弟。 好了,既然都说到这了,那就来提一下看脸时代。 那作者在画剧中角色时,是真的以特定人物为外形去画的哦,像是在漫画中飞人一般的完美外形普玄说。 就是作者的亲弟弟,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看脸时代超暖,配角小跟班,原形式朴在饭剧中有个可爱小象耳朵的普范,在小边特别喜欢。 作为瓦斯科的好友,总是在他身边守护着他。 就算瓦斯科说出荒唐的笑话请求,也都会应他要求的去完成。 好暖,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更爱心,从头到脚都跟某一个人很像? 没错,那就是前二PM队长朴在饭,以他的原形画的哦。 看脸时代拳击小混混李振成原形式金蜘蛛看脸时代,里有个戏份很多的男配角。 笑,李振成小时候学习过拳击,原本是个小混混,后来因为喜欢青梅竹马的美真,个性变得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